台东大学的热音社特别选在《铁花新聚落》的草坪举办了第九届的成果发表会 以《浪的孩子》为题 代表着台东的孩子在海洋的怀抱下成长 同时也表达外地游子在台东读书的心情 活动邀集了十个乐团带来了四十首的歌曲 涵盖、摇滚、爵士以及funk等多元的曲风 现场的观众都沉醉在这场草地音乐会的饗宴当中 舞台上乐团卖力演唱 舞台下观众随着音乐摇摆 台东大学热音社第九届成果发表在《铁花新聚落草坪》登场 邀请十个乐团带来四十首风格多元的歌曲表演 今年以《浪的孩子》为主题 象征台东孩子在海洋的怀抱下成长 同时也表达外地游子来到台东求学的心境 就是我们在台东是在很靠近海边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海浪的孩子 然后还有我们都是从各地到到这边来读书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也是浪子 这次有十个表演团体然后大概有四十首歌 第一首《山海》的话因为台东有山有海 然后好风景所以《山海》也是大家最近很熟悉的一首歌 现场观众除了音乐同好外 还有一位远从台北搭夜车而来的妈妈 以行动为台上表演的儿子表达支持与鼓励 台东大学热音社学生透过音乐唱述台东浪的孩子的故事 同时也带给大家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饗宴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道